I'm just thinking cause it's over 崔永元爆料引发税务总局介入 范冰冰方,从未签署阴阳合同 近日,崔永元微博曝光范冰冰四天六千万天价片酬 并席抵一四大小合同,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等前规则引发舆论热议 6月3日,由于范冰冰工作室在无锡,无锡市冰湖区地税局目前已经介入调查取证 相关情况有待后续由税务机关权威发布 国税局也发话了 事情的起因是5月28日,崔永元微博发布了几张演绎合同照片并配文 你不用演,你是真烂 合同截图显示,范冰冰可获得一千万元片酬和相关约定 包括,范冰冰有权修改剧本且拒绝不满意的造型等 5月29日,崔永元在赌报一个人采用大小合同 另行约定片酬五千万元,两合同共拿走片酬六千万元 而且只拍了四天戏 范冰冰工作室5月29日发布了一则《严正声明并置顶》 称崔永元公开发布涉密合约,并公然侮辱范冰冰女士的行为 既破坏了商业原则,又涉嫌侵犯合法权益 相关媒体及网络用户未经求证 何时便宣称范冰冰女士采用大小合同的形式进行签约 并参播所谓范冰冰拍摄四天片酬六千万谣言的行为涉嫌诽谤 对此,崔永元回应称,自己没有保护合同秘密的义务 范冰冰是公众人物,如不服,可以出来走两步,对公众实话实说 6月2日,崔永元微博有了新的爆料 我家产事官说,这就是大小合同 小的是眼珠200万,大的是策划兼职748万加90万,再拿一麻贷现金 这还不算一线的 崔永元还截图刑法条文,暗示最终将通过法律解决 此外,他还发布微博表示由网友对他进行了死亡威胁 同时他正在和无锡事务局接触,协调取证 对于崔永元的行为,网友有支持的,也有质疑的 今天,范冰冰工作室发布声明,从未通过阴阳合同方式签约 接下来会全力配合核查